Ryo聊四季 天天龍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賽事精選 最近有一場比賽我覺得還不錯 來分享給大家 這場比賽內容我也是沒有看 但是我是看到這個對戰組合 打的時間也蠻長的 感覺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火花 那我們就跟大家來一起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邊的遊戲 一開始模式是村民是大概九村開始還是十村 所以一開始的配置會比較快一點 這個一分半就十二村了 村民數明顯是比較多一點的 這張地圖看起來就是 一樣也是打阿拉伯的方式吧 沒意外的話是這樣的 但這個地圖就比較平衡一點 畢竟是賽斯地圖 四季帝國的賽斯地圖 這個支援分布都是蠻平均的 就不能那種 你的墓區比較濃密 我的墓區比較西數 這種情況是比較少的 但天梯的話可能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所謂的RNG 好 那這邊補了一個魔防 這個魔防補得還不錯 這位置蓋得不錯 好 我們先來講伯根帝吧 伯根帝這個文明呢 在打團戰 或是單挑來說都是蠻好用的 那單挑部分喔 跟波蘭其實是蠻相似的喔 那我覺得 這個兩邊的文明喔 有點壯性質喔 但是伯根帝人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後期有點難打 可能會打不太... 打不太你波蘭喔 但是波蘭的話 後期又是大落嘛 好 但是我覺得 這個比賽喔 看伯根帝要怎麼打出 後期的遊俠優勢喔 還有這個革命一波流 才是他的重點喔 好 那經濟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兩邊都不會太差喔 好 可能伯根帝人中期 會稍微比波蘭人好一點 但波蘭人時間一拖久喔 他終究還是會贏過 伯根帝人的喔 大概是這樣的均衡概念 好 那... 我稍微講一下波蘭好了 還是稍微簡單一下 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 這個大張園喔 這個旁邊只要在這裡撒田 就可以獲得這個農田 以蓋好 獲得8%的食物立刻收集的量喔 非常的多喔 這個能力喔 到後期喔 這個8% 肉量還是蠻誇張的 以前是10%喔 已經被下修一點點了 即使下修喔 這個8%還是非常誇張 肉類一樣 跟鬼一樣 好 那波蘭人除此之外 這個挖石桶的部分 也可以產生黃金喔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挖石 傷經濟沒那麼嚴重的一個文明喔 那通常為什麼我會挖石頭 是為了要插這個箭桶 來保護自己的大莊園喔 去守護農體的方法 因為大莊園為什麼要守呢 因為它的這個距離喔 離TC很遠喔 你這樣一來一往 很容易就收村 或是被抓到村民機率是蠻高的 那很容易會傷到經濟喔 所以波蘭人 他比較難玩的地方 就是這個大莊園很難守 如果你的對手是大... 如果你的對手是波蘭的話 你看到前方有個大莊園 拆就對了 你只要拆到一座你就鑽爛了 直接鑽125木 然後又可以讓對方的經濟喔 直接斷村 斷肉 非常的舒服 那其他文明為什麼不會有這個問題喔 最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的 其他文明喔 都是會先在TC附近喔 打農田喔 並沒有像波蘭那麼大喔 就是這個原因喔 好 那波蘭人的話 通常會比較打一個 極速快攻 城堡開戰 點這個貴族特權之後 爆大量騎士喔 或是地出一波 重裝騎士...海 淹過去 通常都是這幾招戰術 為居墮 但波蘭人的話 那他的打法又比伯根蒂人更多一點喔 他還可以出這個強奴或戰錘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波蘭人實際上 我覺得是對伯根蒂人喔 只要度過他的伯根蒂人的黃金時期之後 要打贏伯根蒂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那伯根蒂人的黃金時期 就是地出那一波遊俠一成型 然後後面革命一波接著上 是他最強大的時期 那塔套這邊 只要撐過那段時期 後面這個大洛馬 進他洛馬直接垃圾海一波 駁個電人已經是受不了的 這邊兩邊都上到了封建時代 波蘭這邊是選擇洛馬開局喔 洛馬開局 對波蘭人來說確實也是比較好 但洛馬開局的話 洛馬要控得很好 那我本身是一個控洛馬 控得比較爛的喔 但控這個弓兵 控得比較好的 所以我玩波蘭人喔 我不會去打洛馬 我反而會去打弓兵喔 給對手壓力 不如攻加長槍 直接潛壓 然後對手勢必要出一大堆的洛馬 過來一集喔 然後我就長槍兵再多按一點 讓對手感到十足壓力 我覺得這是波蘭人的一個更好的彈性打法 雖然沒有這個前起的刺口潛壓的壓力喔 沒辦法給對手 但自己可以省下非常多肉 去做這個升級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並不會只有這個洛馬一條路可以走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 那波蘭這邊有個細節喔 可以像這樣子喔 像塔塔這樣子 把這個大莊園蓋在這個TC旁邊喔 紅田直接可以蓋在這裡喔 這樣就可以直接蓋完直接SOLO 非常的方便 好 但後面已經繞過來了喔 塔塔這邊沒有花太多資源去防守 這邊是用長槍兵直接來 站崗喔 但這邊肉馬量數量有點多喔 如果直接開打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出事的 那兩邊目前喔 博跟帝人也是出了這個長槍兵喔 來防守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應該都是守得非常好 好 但這邊有個問題來了 你看這個大中原直接被抓村 好 算了這邊收村 射了一波 殘血 那這邊長槍兵數量明顯只有1隻是不夠的喔 這隻村有點危險喔 直接圍一下 OK 看到對手往後走又繼續蓋 好 長槍兵在這邊站崗 好 差一點 好 那這邊決定喔 要把洛馬拉回家防守 因為他可能覺得對方洛馬給自己壓力太大 好 這邊戳11隻洛馬很賺 好 這邊要攔截嗎 但是對手的走位還不錯 直接走了一個邊邊角角 直接砍到一刀而已 好 長槍兵戳到一槍 好 剩下4隻洛馬殘血回家 後面還有兩隻蠻血的 後面支援 但是對方有個高地 好 這邊是高地優勢 塔塔不敢硬打 這個就是前期的 刺猴 不打的一個問題點 很難打出東西啦 兩邊都是刺猴的話 一定會變成追來追去喔 然後長槍兵在一點站崗 去偷抓對方村民的一個動作 好 就是這樣子 OK 這邊抓到一村沒問題 直接收掉 哇 很痛 這邊再收了一村 嗚 直接被收掉兩村了 塔塔這邊非常的慘 一開局就直接掃兩村喔 但這邊應該也是有機會喔 可以抓到 但這隻長槍兵的位置其實還不錯 好 OK 這邊直接收掉了一隻長槍兵 收掉了一村 OK 第二村應該也是沒問題 收掉 OK 我們來看看左邊這邊 好 右邊這邊 哇 這邊又再收了一村 這個就是肉馬厲害的地方 激動性夠好 激活性也不差 只要控的好的話 還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去追對方肉馬的話 就會變成互相傷害了 所以這是肉馬真的很難打的一個問題點 這邊回頭打一下 收掉一隻槍兵 好 這邊的槍兵也跟人過來 好 那三隻槍兵對上兩隻喔 對手是必要拉一隻村民來增加一下傷害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槍兵的數量 那刺好還是只能繼續繞 這邊看辦法要去抓一下左邊這一隻 但這隻是蠻血的 哇 這邊肉馬送的有點多喔 感覺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了 剩下兩隻 基本上就是直接被抓掉了 但是這邊直接打破木牆 直接上去開砍一波 又再收掉了一村 現在戰績是3比3 目前沒有任何人有村民上的優勢 但撲蘭人這邊村民術比較多原因是因為 博跟獵人這邊早就領下了城堡時代喔 所以村民術會稍微一點領先喔 那不確定喔 剛剛博跟獵人到底有沒有斷村上城堡時代喔 這個我們有看到 感覺上是有的喔 但基本上你通常被抓的村民是差不多的情況喔 村民術應該是不會差距這麼大的喔 差到六村有點太誇張了 城堡時代的話大概差到五村左右吧 六村好像有點太多 上方五隻刺猴 然後這個三隻殘血 這邊其實波蘭喔 繼續按幾隻肉馬 出來擋一下就好了 槍兵可能不用按 槍兵一樣就定點 定點蹲人 蹲到就是你的 沒蹲到就算了 定點蹲人開始 兩隻刺猴 我更刺猴 你不敢打 打個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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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波蘭人這邊點下了品種 城堡時代也升級 那這邊伯恩帝人 移上城堡時代 還是會先按騎士喔 那TC要趕快開喔 那不趕快開的話 經濟可能會有點慘 不然就是這邊不開TC 直接上這個... 三級農 不是三級農 三級末 但三級末我覺得沒必要那麼早點喔 我覺得還是先開TC比較重要 OK 這邊我還是先按了這個承認中心 TC趕快按 村民宿起來經濟才是真的 好 那波蘭這邊也順利到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挖的石頭有點多喔 560 這邊是想要買一棟城堡的概念喔 有點不太確定喔 波蘭這邊的想法 還是這邊要來上大石牆呢 喔 這邊真的上大石牆了 上方這邊也守住 其實這樣打的還算不錯喔 守得蠻好的 這邊會是頂尖選手 打套 好 但對手其實也不弱喔 這個好像是戰隊吧 這個前面這個名字 好 那這邊順利開下第一個TC在U車的位置 這邊直接撞TC 打到這邊並不知道對手在前線蓋了TC喔 以為金晃處是還沒有TC的狀況 直接吃了一槍長槍傷害 還有騎士喔 直接把對手給逼了回去 好 修道院聖旅也快出來 這邊就可以反擊了 出來之後騎士就不能再繼續砍了 反而撤退 好 這邊補下二級農 哇 二級農 我們補下博恩 不是博恩 博恩這邊經濟就會起飛了 那待會這邊再買一下經濟 直接去點一個二級伐木 會更好 那這邊是優先點一下自己的耕種技術喔 好 這邊可以收掉一隻 這邊有升級新奇兵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 OK 雖然自己被招掉一隻新奇兵 但順利的收掉兩隻老頭 賺兩百斤其實也不太虧 好 那博恩第一人這邊也是補下自己的新奇兵的升級 那這張地圖喔 其實聖物是蠻多的喔 所以可以盡可能去搶這個聖物 那沒有記錯的話 這張地圖應該是11個聖物的 所以如果你聖物戰打得好的話 你是有可能可以領先對手一個聖物的喔 6跟5 這樣的比例的 所以破爛人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要不要多包一點生女喔 去點生物 那對方這邊也是轉清奇兵的情況下 其實 轉太多生女 我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喔 或是直接轉出自己的 重裝長龍兵喔 去防守 當然又顯得會太被動一點點 那破爛這裡最好的打法喔 還是一樣喔 出這個 輕奇兵 然後加上聖女喔 跟對方出一樣的打法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喔 還是要趕快盡快的喔 開出自己的3TC喔 那大莊園也要繼續往後灑 那之前的影片我們一直有講到 破爛的大莊園喔 盡可能往後灑會比較好一點喔 才不會有那種經濟 搞爛自己喔 自己搞自己 把自己搞不好的情況 好 大莊園盡量不要就往前灑 盡可能的往後灑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打法 好 那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補下來下這個三綠的血量 好 奇兵 數量其實有點多喔 六隻奇兵 那這邊就是抓誰食物喔 有人一食物的話很有可能喔 戰場直接逆轉 好 一隻青奇兵上去砍個一波 但是這邊直接招牆掉 哇有點可惜 沒有收掉 因為這邊剛好是一個龍血地帶喔 所以剛剛青奇兵在這個位置 算是第一處喔 所以剛剛被減傷了 所以剩下3D血沒有砍死阿 這個是細節阿 在這個位置被砍的話 可以被少砍硬到 好 要多砍硬到才對 好 好 這邊再招個一波 好 老頭一樣兩刀死去 後面這個老頭一直生一滴血 這邊想要去追Tc附近的 但沒有追到 這邊青奇兵還是 急殺了蠻多的老頭 1 2 3 4 4隻老頭 其實有點多喔 好 那這邊有少量青奇兵在定點站崗 所以想要去偷到對方的生旅 那目前富蘭人並沒有騎士上的數量優勢喔 所以還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騎士直接爆個一波 壓過來喔 所以生旅的部分至少要維持在六隻喔 左右會比較好 那現在只有四隻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抵抗的喔 你只要招到四隻也沒什麼問題 但這邊如果對手直接硬騎上來 可能還是會有點危險 這邊招個一波 可以守住嗎 老頭死了兩隻 但對方青奇兵也是倒了兩隻 這邊招 招到兩個青奇兵其實也沒到非常虧 還能接受 雖然自己損失掉兩百斤 但至少招到兩隻青奇兵喔 嗯 這樣的比例來說 雖然還是虧啦 但沒有到至少是白換喔 這麼虧的程度 因為畢竟你損失的是黃金喔 並不是食物 人家是損失食物而已啊 所以這裡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青奇兵為主的居度方式喔 那伯根蒂人這邊 是在考慮要不要上重裝騎士的關係喔 所以騎士才按那麼多的 因為伯根蒂人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升級了 但這邊決定喔 還是要直接上這個長槍兵啦 重裝長槍兵 那就是回到我剛剛一開始 上城堡時代那段時期的講法 你打這個打法 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輕奇兵 或者是重裝長槍兵喔 那伯根蒂人選擇了重裝長槍兵 來做一個反轉打法 這邊村民 跑掉了 下方騎士繼續在巡弱喔 那這邊對手應該也很清楚喔 對手會蹲點的關係喔 所以森里其實沒有過來白送掉 這個算是蠻好的 那這邊其實已經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了 這個伯根蒂人會優先點嗎 那之後的伯根蒂改版我們稍微來聊一下喔 伯根蒂改版之後 他可以帝王時代喔 以上之後 馬上研發這個 那個叫什麼 革命流 喔對革命 因為現在成本更低了一些喔 你的伯根蒂人的革命的成本更低 所以可以考慮喔 以上城堡時代喔 之後喔 直接轉裝甲 這個重裝 重裝長槍兵 然後防守 然後呢 你就會去點他的步兵的攻防嘛 那二攻二防點完之後 上到帝王時代 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有點下三防 還有三攻 那其實投資成本的話 一波 打一個時間差的話 我覺得這個戰術會比較更實用一點 不像現在的伯根蒂人喔 上帝王時代之後 會有這個空窗席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村民再農得更多一點 然後再去補下這個 長槍兵 工坊 或是一些跑速之類的 才能把這個革命的效果 用到最極致 那如果改成新改版的打法的話 會比較有彈性一點喔 就不會那麼拘束於 引電要多少村喔 去按革命才會划算 所以我覺得 新的改版的毒恩蒂 算是小小的buff 並不是nerf 雖然單位體質來看 已經是nerf了 但我覺得 可以讓這個戰術更多 多一點彈性的話 那打法來說是會好一些的 哇這裡是怎樣 為什麼我騎士一直爆過來啊 這個波蘭的騎士 直接打一個 對方 上帝王時代的空窗席 他應該是塔套看到對方 上帝王時代很明顯喔 對方的兵很少 沒什麼兵 就知道對方是上帝王時代了 一定要去應送一波喔 但對方長的兵 雖然還是很多 而且後方還有僧侶喔 招的雖然還是很多 這邊是波蘭點下的貴獨特選嗎 我怎麼覺得 騎士數量有點多啊 哈哈 好 這個就是波蘭最強大的地方喔 貴獨特選騎士 肉類只要60 黃金只要30 非常的省 你出一隻騎士比一隻公兵還要便宜 OK 波蘭的騎士開始爆了起來 好 波蘭地人這邊就要思考 這邊要不要轉馬桑清裝騎兵 還是要繼續出長槍兵 或者直接轉遊俠 這個都是他可以做的選擇 那值得一提的是喔 這個波蘭地人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轉遊俠的話血量會稍微差了一點 大概只有160地 所以打起來的話 雖然有點爛喔 但是我覺得打波蘭已經算是綽綽有餘了 但數量上的話可能會拼輸對方喔 因為波蘭的黃金需求量並不是那麼高 但不跟地人是很吃黃金的喔 那這樣地圖黃金 要怎麼控好也是個問題 因為其實黃金的數量並不多 你除非要到右邊這種地方喔 這個郊外區喔 才有更多黃金可以挖 那基本上黃金就是這樣子 三個唯一戳的喔 那不跟地人應該有意識到 這個地圖的一個問題點喔 所以馬上就轉出級兵喔 去省下黃金喔 雖然就會顯得很被動喔 就只能被對手按了加力打 但至少自己不會耗費太多黃金喔 去做這個 單位交換喔 那波蘭這邊就會有個問題喔 雖然自己的貴族特權其實很便宜喔 但是換到後面還是會有個黃金不足的問題喔 那這邊應該要盡早的把這邊左邊拿下來喔 趕快插城堡防守 會比較好一點 那現在問題是中間這些疾兵跟僧侶喔 現在已經是難解的肢體了 這邊要自己轉戰矛或是轉奴兵喔 都是一個選擇 對波蘭來說是目前狀況是這樣 但如果轉太多的工兵出來的話喔 待會又轉對方轉遊俠或是轉馬方輕鬆騎兵 也是很難搞 雖然波蘭有拇指環喔 應該這個問題不太大 自己也可以轉出重重長生兵 雖然波蘭沒有級兵喔 那還有這個戰錘兵可以使用 就可能可以用個混搭策略喔 不一定只能出單一的兵種 這也是波蘭比較彈性的地方喔 雖然打法很多變喔 但是操作性跟這個轉兵的時機喔 也是相當的考驗對手 跟自己的一個觀念喔 那為什麼是對手喔 對手原因是因為 對手可能不會給你那麼多時間轉兵 所以你要自己去判斷喔 他現在這邊轉一波 你現在轉過去要花多少時間 成本的錢你就要大概算一下 有沒有機會轉得出來 如果是沒機會的話 那就要思考有沒有應急的單位喔 例如戰毛兵啊或戰隨兵喔 當然可以轉出槍武是最好的 OK 那塔塔這邊應該是有 預判到 也不算預判啦 就是判斷來說 他覺得這邊上槍武 應該是有機會上去的 然後對手出擊兵 如果再轉他的火槍的話 博文帝火槍 還是可以打的 那我覺得塔塔這邊的判斷還算不錯的 他這邊確實也守住了 對方的中央騎士也沒有出來 只有距離投司機 那自己的騎士就會有優勢喔 雖然現在還在城堡時代喔 那這邊可能待會買賣一波 趕快點地王時代喔 才可以轉強弩 不然這個城堡時代 工兵還是有點尷尬 有槍弩還是比較好一點 這邊待會賣一點肉 剝木頭 直接點帝王 OK 這裡賣了一些400肉 等一下帝王時代 對方兩台駿銀投司機又架了起來 這次進攻路線是打4級 還是城堡呢 打城堡 我還以為他要開4級進去喔 結果還是要先拆這個城堡 那對手果然博恩帝管出了火箱兵喔 因為畢竟博恩帝的火箱攻擊是17加4喔 攻擊21攻 那...哇 博恩帝家裡這一坨擊兵放得很好 他早就知道對手會... 來這邊直接硬拆進來 放了一坨擊兵在這邊防 一次割倒了非常多的騎士喔 這個相當精銳啊 這個真的打得很漂亮 這個你可以預判對手的進攻路線 然後提前埋伏對手 我覺得在4級帝國裡面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 還是會把所有的兵力拍到最前面 或是去燒好對手 很少會有這樣子埋伏成功的 好那破爛這邊點下了帝王十代 這邊還是要再等一下喔 這邊雖然有奴兵但是打這個... 對方的火箱兵喔 還是有點心有餘力的不足喔 現在也是自己數量少了 然後母子還也沒有點的關係 花雪也沒有喔 因為還沒帝王十代 強力也沒有 三級色也沒有 這邊最好是趕快保存自己的工兵數量喔 好不要跟對方硬打 這邊跟對方硬打覺得是... 不是明智之舉喔 好但這邊直接進入城堡射程 城堡直接加3...5... 很痛 射爆這些... 槍...火槍... 哈哈哈哈 好這個城堡喔 秀的架子連城 但下方繼續給對手壓力 現在打一個雙線喔 那上方這邊也有少量的騎士 在偷砍上方的經濟 但這邊幾兵趕快過來救了員啊 哇這個城堡勝是夠久了 OK 升到升完帝王十代了 帝王十代升好 馬上補下了... 強弩 跟母子環了 那化學這邊再存資源喔 這邊應該會馬上補一個化學出來 那這邊博恩帝人打的還是蠻漂亮的喔 一直利用對方還沒升強弩的時候 跟對方對一次喔 那確實也換到很多... 弩兵喔 你看這個屍體都是弩兵的屍體 好強弩終於升級好了 終於能稍微反打對手了 這邊還優先點了三級龍 OK這很關鍵喔 三級龍確實是破爛的命脈 後方騎士直接走了過來 還有強弩在後方... 大肆... 掠奪農田喔 最多農田跟伐木場喔 全部...沒有人了 然後繼續撤離 撤到... 後方安全的地方 但是... 波蘭家裡也是有這個問題喔 好...但這邊... 已經把對方軍銀手機拆掉了 對方的工程的時間會稍微緩慢了一點 但是對手也是殺的進來喔 大洛馬也是進去開尻一波 那...自己破爛的黃金礦喔 有點被斷到了 這間黃金礦要趕快拿回來喔 才是重點 好...但是伯根獵人現在要解這一坨強弩 其實不太好解的 而且這邊還有重裝騎士在駐守 所以不太好打 那這邊遊戲他打不錯喔 破爛這邊是有把這一包... 這一坨騎士喔 用這個...助手 所以他不會一直亂串喔 可以一直...有機會喔 去保護住自己的...強弩喔 讓對手不太好解 好...那這邊... 不跟地人轉出了火炮 火炮打強弩就會很好打一些了 好...肉麻繼續往後串 喔...這邊又抓到一波... 挖後方經濟的村民 好...這一波上來直接用大洛馬硬上 後方有火槍繼續輸出 自己的騎士 導的數量差不多 強弩雖然也剩下一點點 好...看來是要被解光啦 這一波的內患終於搞定 波格地人再度又守住自己的領地 波蘭人現在非常落後 這就是我說的... 波...浮根地人喔 這個...帝王的中期喔 是...比較能有機會喔 打贏...波蘭人的 那待會喔 村民再補到滿人口 200pp 好...再打上遊俠 然後革命一波 三攻三防 然後縱火技術 護衛技術全部點下 好...這個就是波蘭人 最難打的一個時期啦 要是波蘭人能守下的話 應該就還有機會喔 可以再繼續打後期 打到這個... 焦土戰的時候 用這個大洛馬運轉是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波蘭窮到連大洛馬都點不出來 我覺得... 三攻也沒有 我覺得波蘭是不是... 涼掉了 剛剛波蘭只要每次農田大中文被弄到之後 經濟就會直接直線式下滑 這個是非常慘的一件事喔 真的很慘 我每次看到波蘭被打到大中文 我就覺得沒救了 好...那這邊中文騎士直接壓上來 因為只有新騎兵根本打不贏 這裡還是要轉出洞裝喔 跟這手褲打 好... 好...塔塔爾這邊經濟看起來是要量掉了 那...伯恩帝人遊俠升好了 來了...開始了 開始...開始他的最強的黃金時期 好...遊俠到處奔波 雖然只有160滴血的遊俠 但砍村民跟打這些單位喔 還是綽綽有餘的 OK...這波強奴也是要被遊俠抓爛了 沒了...塔套沒了...GG了 這個肯定是GG 沒救 雖然還有一坨強奴 但這坨強奴... 能...沒辦法守住這些... 遊俠 很困難 這個一定要用重裝去追他 重裝騎士 但自己的重裝騎士 連三弓都還沒有 好...伯恩帝這邊也是繼續補村民 努力的把自己的人口補到200pp 好...200人口趕快補上喔 待會革命一波流 直接把波蘭一波帶走 ALL IN一波流 好...重裝騎士出來了 但沒有三弓 所以數量上還是要一定的數量喔 才可以把這個遊俠壓制住喔 不然這個遊俠基本上 他可以隨時回頭反打 還是可以打贏波蘭的重裝騎士的 所以波蘭的有黃劍時期的後期 是非常弱勢的喔 你要打到兩邊沒有黃劍的時候 波蘭的大落馬才會成出來喔 哇...那這邊果然打出了GG 這個時期真的是... 波蘭人打博恩帝人最難打的時期喔 人家有遊俠火炮 待會還有革命一波流 你真的是想擋都擋不住 自己的經濟喔 一定要轉出重裝騎士喔 用數量去碾壓對手的 遊俠啦 只能用數量去碾 你出這個重裝常常病的話 一定是會變得很被動 你完全沒有機會喔 那波蘭這樣子打 我覺得也是無可奈何 他這邊轉強弩也是為了他打疾兵喔 順便防對防革命一波流的關係喔 所以投資了太多黃金在這個強弩上 那也導致自己的大落馬跟三共一直安不出來 甚至自己的金冠也是喔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喔 那我覺得沒辦法波蘭就是這樣的文明喔 所以讓他 要撐到後期喔是很困難的 但是 我覺得這邊塔套有個細節 也算是 打得不是很好吧 就是他中間這一坨 冰衝過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他硬要 想要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就把對手換掉了 但那時候對手已經早就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所以就出了這麼多的騎士 就是想要直接一波拿下喔 但又拿不下來 齁 時代是有點太傷經濟了 雖然我也很贊同喔 波蘭這個可以常常去用這個戰術喔 去抓對方 升級帝龍時代的這個空窗期喔 那我認為 基本上你抓不掉 就是要準備投降了 因為你自己的經濟會很慘 然後會有時代差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有點賭博式的打法 所以我個人不太喜歡 玩波蘭的時候這樣子 硬跟對方賭 但你能賭到對方真的沒有兵 然後地龍13點太慢 抓個一波那確實是蠻舒服的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部分 波蘭這邊領先非常多喔 可以提升 可以提早一個時代喔 大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喔 就是比較香一點 村民術也是比較穩定阿 波蘭人後面的村民也是被打到很慘 雖然波蘭這邊有五個聖物喔 但其實 波蘭地龍更早去搬到聖物的關係喔 所以黃金的數量是比 波蘭人還要再多一點點的 目前看起來兩邊經濟也沒有差距太大喔 那波蘭人肉量也沒有輸的很慘 那這就是我說的喔 波蘭的這個大中原喔 怎麼守住就是重點喔 基本上波蘭只要守住大中原 要怎麼打都可以 守不住的話 先別說有沒有黃金喔 沒有肉就真的是人頭香 這就是波蘭人的一個問題 雖然他的沒有黃金的時期 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這個大中原喔 一直都是波蘭的一個 硬傷的問題阿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會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甚至記得